維持現狀已經成為國際的最大公約數 那現狀呢 是不是大家最滿意的狀態 可能也未必 也不是對岸滿意的狀態 因為他滿意的狀態是把我們變成香港 可是那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狀態 但是我們不得不跟他 還有跟國際社會去找到一個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 的一個最大公約數 我們認為維持現狀 是現階段的最大公約數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我們可以爭取更多國際社會 更多國際友人對台灣的支持 那確實這幾年 國際社會對我們支持的力道也越來越強 甚至我們看到拜登總統 他在很多不是只有美國政府 他跟其他國家的高峰會 他跟日本跟韓國跟G7跟NATO 的高峰會後的聲明 都會再多加一句 就是台海的和平安全 是世界和平與繁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沒辦法去幫別組的候選人講話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民意 八成的民意也支持維持現狀 所以任何負責任想要當選的候選人 也需要對現狀的維護提出自己的主張 課綱文言文跟去中國化這些事 其實我覺得現在全世界去中國化 過去數十年來去中國化最強烈的勢力 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 很多人要學傳統的文字 我跟他們說你來台灣 因為現在台灣可以延續千年的文字 我們的正體字 我們的繁體字 那共產黨在數十年之間 等於是把一整個千年的語文 完全做了一些變革 當然那時候他們希望能夠普及化 所以就把它簡化 但是我覺得台灣其實承接了很多很不簡單的 也很豐富的文化跟歷史 那文言文 這個在課綱這個議題開始討論之後 我後來也去了解一下 像現在在國語文的教材裡面比例還不低 我是沒有念到高中 所以你們覺得我中文講的不太好 是因為我的中文還只有到國中的程度 我還是一直不認為我們社會有真正 所謂的去中國化的問題 因為中國文化也是我們台灣社會 一個重要的組成元素 當然我們過去數百年來 各種外來統治包含日本文化 我們社會上也是多少會看到一些影響 但是我覺得最終來講 文化都有很多的資產在裡面 那我們怎麼去看待 我是寧可用比較正面的態度來看待 台灣社會所存在的許多多元的文化 欣賞 欣賞 網呈 網呆 網呈 我們